車水馬輪網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車水馬輪網頻道 我是秦蘭 我們今天要來試駕的車呢 我覺得可以說是近期我們台灣新車市場 國產中型SUV非常受到矚目的 也就是Ford的New Kuga的中期改款 那之前不久我們才參加過他們家的公辦 試駕的是1.5動力的Vignette入門車型 今天則要來試的是高規的Active車型 先打個岔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前兩天大家才剛修完了颱風架 今天颱風看起來快要走 但是雨下了滿大 稍微打擾收音 請大家多包涵 那我們上一支影片已經跟大家聊到 這一次Kuga的改款幅度蠻大的 不管是配備的豪華度 它也下放了一些智能的科技配備 甚至外觀的設計的質感 也有不同的風格呈現 而且福特六合國產的Kuga 可以說是目前全球圍山的產地的產品 譬如說在國外還有美國 歐洲的西班牙 加上我們台灣的福特六合 而且福特六合對自己的新車也很有信心 作完車之後千里調調把車送到德國的撞擊實驗室 證明我們台灣做的Kuga 也是迎合歐洲當地非常嚴苛的撞擊法規 前幾天這台車已經正式發表了 它的售價也出來了 1.5的Vignade售價是93.9萬 蠻有競爭力 然後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要來試駕 1.5的Active它的售價是101.9萬 好 接著我們就來看今天的主角 1.5的Active在外觀上的一些特別 我們特別也把Vignade借出來 讓大家從畫面上 直接做一個不同的感受差異比較 看到今天的Active其實是在外觀上 很明顯的它在水箱護照裡面的紋理 Vignade是用雨翼式 Active用一些格柵式 那整車的風格 Vignade上次我們講它走的是意式輕車 比較尊榮 比較倦崖一些 但看到今天這台藍色的Active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走的比較outdoor 比較跨界 帶了一點探索征服這樣的意味 再來一個很明顯的 我們現在把日行燈都打開了 Active在車頭引擎蓋前緣 它還有一個貫穿的一個燈具顯示 那今天Active在燈具的部分 則是比Vignade更高一階 它配的就是從福特他們家的豪華奢華品牌 Lincoln車系所下放的Pixel AI智能動態照明 什麼叫做智能預判的動態抖燈 也就是說它相較於過去 大家已經有習慣就是Matrix LED 它又更聰明了 以這台車來說它是用左右兩邊 一共有126顆的LED的單體 整合了96個的獨立控制模組 它在Glade Free的光型變化遮蔽的功能上 有更多的一些模式對應 傳統的Glade Free大概就是一個垂直的遮光效果 其實已經蠻厲害 但這一次Pixel AI它是多了一個水平軸的遮蔽 讓你在對向有來車 或者是你追到前車屁股的時候 它整個遮光會更精確 避免對接近中的對向來車 跟在車子的後方有眷光的不同的影響 它原廠說它這個偵測的距離 最遠可以高達800公尺 而且它的遠燈模式可以提供 最高達到4500流明 比一般LED的2000到4000來的 更高了許多 更厲害的是它可以透過這台車 原廠的中文導航 內建的圖枝整合 也就是說當你今天設定好了 車上的導航A點到B點的時候 途中如果經過了一些彎道 它會預先知道告訴車子 當然它也會整合配合了車上的 攝影鏡頭 以及你方向盤 跺腳的度數等等的資訊 它預先做彎道的照明輔助 最遠可以預判90公尺的一個照明 把你的彎道都先照亮 這樣你在開山路啦 進入這樣的彎道前 讓你的行車獲得更好的一個 夜間的安全確保 好另外在ACTIVE的保桿的下半部 也會看到其實它也有傳統的霧燈的功能 都保留 那ACTIVE最好辨識的就是 雖然兩車都有一些霧銀 但是ACTIVE走的是 從車頭 往車側的車群下方 一直到車尾 都有一個環車的霧銀飾板 再來看到胎圈的配置 兩台車都是225 60 18 那都是雙色切削黑銀的配色 我個人覺得 兩種風格其實都蠻好看的 告訴我們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帥呢 然後再來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兩台車就有一些差異了 很好辨識的 當然就是A柱下面的這個Logo 一個ACTIVE 一個Vinale 那ACTIVE在窗框 以及行李箱架的部分 相較於Vinale 上次我們就講 它是走比較霧銀的配色 它則是全部走霧黑色 包含行李箱架 但在B柱C柱 則保留了亮面黑的材質 那在車身尺碼的部分 ACTIVE的車長 稍微比Vinale 長了將近6公分左右來到了4米6多的車長 軸距兩台車一樣 然後它的車寬車高 我們上次也聊了 其實都是一樣的 再來往車尾走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ACTIVE跟Vinale相較之下 主要的差異就在於 ACTIVE的保桿下面 ACTIVE藉由排氣管做得比較方形雙出 整個風格是比較競技運動風 再來看一下 中型修理大家都會Care說 電尾箱們有沒有主體感應式 基本上ACTIVE是標配主體感應式 Vinale只有電子尾箱門沒有主體感應 當然如果你買了這台車想要有的話 也可以透過經銷商跟業務員講 幫你另外做加裝選配的服務 好那打開尾箱門就可以看到 五人座的後面基本上 Cooga的行李箱算是蠻開闊蠻方正的 因為這次改款在尺寸上沒有變化 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那簡單來說它在後帳板的下方 也有不錯的一個收納空間 後座的椅背打平之後 也可以擴充到一個非常足夠的空間使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 New Kuga的ACTIVE車型在內裝的配置部分 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呢 其實一坐進來跟我們上次試的Vinale 很大一個差異就是在駕駛界面 也就是兩張座椅的部分 基本上雖然看起來都是黑色的鼻子 但是實際的用料是截然不同的 今天ACTIVE的車型它用的是帶點擠皮 它說這一個皮質是從美國一些性能車 常常會見到的御用品牌專用的皮質 甚至Mercedes AMG的車款部分也是用這個皮質 那它的感受上在臀部椅背的部分 用了擠皮讓你的一個止滑性會更好 那再來呢ACTIVE的椅子 它也是迎合了德國AGR擠背協會認證的 當然這樣的椅子並不是說你一坐上去 就會比Vinale來得更硬挺啦 更包覆啊 其實AGR強調的是說 當你今天開了長途的時候 它能夠有效的把你的身體 包含臀部啦背部的支撐性都支撐好 所以你的疲勞度會大幅的減輕 換言之你開車的專注的注意力 就能夠常識的確保 這是AGR最大的一個訴求 再來在調整的功能上 這台車雙前座一共有18項的調整 駕駛座也有三組的記憶 可以包含一些像椅子啦照後鏡啦 甚至HUD相關的一些聯動 都可以直接設定好 今天你開或是給家人開 它就可以直接選擇你所要的配對 包含了腿脫 也可以做不同的一個延伸 而且這台車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就是 它的頭枕喔 蠻特別 你看我這樣輕輕的搬一下 它有六段的角度可調 那你調到最前面再把它放掉 它又彈回去 我覺得應該各種身材的人坐這台車 都可以有一個很好的頭部的支撐效果 那從視覺上 也會看到它有一個A-Active的專屬的logo 那我們上次試駕的Vignale 它走的是義式輕車 它所用的Sensigo的皮質喔 這是義大利Maria Levy這一家 材料商所供應的材料 它在一些義大利品牌 譬如Macerati、Alparomio 都會看到它用的是永續皮革 跟今天這種帶點運動性能風流皮皮 是稍微有點不同的 再回來看到儀表台T字部位的部分喔 Active跟Vignale也有一些的差異 譬如說基本上還是軟脂的塑料 飾板上這台車就從原本Vignale的金屬 帶點隔紋 現在則是用木紋的飾板 一直延伸到了本飾板上 那最大的差異 我坐在這個位置就會看到 它也多了HUD的抬頭顯示器 那今天我們從內湖 牽著車來到現在在金山 其實一路上我們有用原廠的導航 或者是用Apple CarPlay 這類無線對應連接 用Apple Mac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有一些導航圖資的 Turn By Turn 包括一些行車資訊 A-DAS相關的顯示功能 非常齊聚喔 然後再來看到主機的部分 兩款車也都是一樣 進化了13.2吋的Sing4的系統 無線的Cubble Edge Android Auto 然後包含中文的圖枝 我們剛剛有聊到 頭燈的這些主動轉彎 都會結合原廠的Garmin圖枝 那Sing4的重點在於 它把原本的一些空調啦 包含溫度啦風量啦 都直接在螢幕的下方做一些調整 那實際操作起來 我個人覺得其實還算蠻直覺蠻好用的 然後兩台車都標配了360度的環景 畫質我們上次也有分享過 它來到2K的解析度 然後你按右邊的360度的車型 它會跳出來不同的角度 來讓你有一個更好的辨識效果 再來看到中船的位置的部分 在這個放手機的空間 今天Active又多了QI的無線充電 至於後座的空間表現部分 這台車的後座的椅面 它有前後15公分的滑椅 以我180公分的駕駛坐姿 坐到後座椅其實膝部 頭部的空間都非常寬敞 椅背它有64的收納可以打平 那角度的話也有多段可以做微調 那這台車在音響的配置上 它配的是BMO的升學的音響 整個聆聽的效果又更上一層樓了 那另外你在打開門的時候 也會看到它也多了一個 Active的專屬的門檻示板 這一次的New Kuga的中期改款 在動力的系統部分 其實也有蠻大的一個更動 它現在採用的動力是 來自於Ford Mustang 2.3的賽道科技 也是MPC的模組化的引擎動力 它的1.53缸渦輪增壓的引擎最大馬力 從改款前180匹現在多了7匹的調校 來到187匹的最大馬力 那原廠說它是藉由三大重點面向的強化 譬如說在噴油壓力 從250bar提升到350bar 另外在引擎內的壓縮比 再略微的提高 再搭配Carondel引擎更耐久的效能部分 在引擎的腹內氣缸壁也用了鑽石塗層等等的強化 其實我們先前在Vignale的公辦試駕 就跟大家有分享到 我覺得非常有感的動力計畫的一個關鍵 就是在變速箱的部分 跟我們剛剛有聊到Pixel的AI 智慧動態的頭燈 甚至等一下聊了ADAS 都是來自於Lincoln 豪華品牌下放的高科技的智能 比如說它的Lincoln的Corsair 2.0T的 這顆變速箱 一樣維持八速自排的設定 但從上次開過到今天再開了一整天 我覺得它的前段 尤其是起步的 油門的反應的輕快感 比改款前進步了非常之多 它的Dry Mode相較於Vignale 它又多了一個非浮裝路面的模式 讓開著這台車 你如果到了假日 從事一些Auto活動 或去到露營的營地 一些非浮裝路面 也可以大幅降低 發生打滑的機率 它的Dry Mode 我們現在是放在一般標準的模式 那你隨著你的切換 像我們現在把它放到運動模式 Sport Mode 整個的主機儀表的聯動 的紅化 油門的反應也變得更直覺輕快 咻一下 時速就來到了七八十公里 所以你在換線 或是超車 甚至你今天滿載的家人出遊 這一顆動力的表現 我覺得都絕對足呼日常使用的 那在ADAS的主備動安全配備部分 原先改款前 KUGA 它就擁有Level 2的 Copilot 360 這套系統 其實過去在歐美 都擁有很高的評價 它在美國的Consumer Report SAE的Level 2的評鑑 它就有前三名的高水準 那這一次原本改款 我想說應該配備已經很滿 很到位了 都Level 2 但這一次的改款 它又多了一些 像我們剛剛有聊到 來自林肯車系下放的一些智能科技配備 主要就是有幾個細項來說 我們先講一下 在ACC的部分 原先KUGA還有所謂的iACC 也就是會隨著你當下的路段 它的鏡頭照到外面的路標的速度 它主動幫你做ACC的速度的微調 那這一次的iACC已經進化到了2.0 隨著整個Copilot 360 Vision 2.2系統的進化 那iACC的2.0的重點就在於說 你現在我們在提鼎大道按一下 一鍵啟動Level 2 它掃到外面的80公里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 在你不同的路段切換 它除了會掃到速限 讓你不要超速 維持跟車的動作之外 最厲害就是在隨著你的導航突資 每一個路段的銜接過程中 或是你在引道過程中 帶了一點幅度的彎道轉向 它都主動幫你做減速降速 那一出了彎回到直線道 它會再幫你加速慢慢的很Smooth的 加到它應該要跟著這個iACC 設定的這個數值上 那當你到了市區 基本上如果你的ACC沒有解除的話 你在一些直角彎轉彎的時候 它也都會主動幫你做 提前的減速動作 現在我們在60 這邊又掃到一個70 車外有沒有 它慢慢又從60加到70的速度 然後有一個箭頭的符號出來 就表示前面有沒有 微微的右彎 它的LCA的車道維持至中 它也可以隨著你駕駛者的意向 靠左一點 燒哥停個兩三秒 它就會幫你整台車維持至中 是靠左的 那你想要靠右 靠中 靠左 都可以隨著你駕駛者的轉向的指令 它會幫你做配合調整 另外在前方碰撞預警的防護的部分 這一次也隨著它前鏡頭 100度的廣度的增加 讓它在十字路口的對向來車 或是你正向的左右轉 路上的行人 車輛 它都會做主動的碰撞預警 以及預殺的介入的保護動作 它在倒車時的靜止物 也有碰撞風險時 就會主動介入煞車 就是這一次RBA的倒車煞車輔助功能 來特別提一下 KUGA之前在美國IIHS的倒車 AEB的評鑑中也獲得了最高評鑑 另外在行駛過程中的編換車道 它除了原本的車側盲點警示 這一次如果它在你發生有碰撞危險 你還在轉向的時候 它就會主動介入 讓你避免掉碰撞的風險 所以開的這樣一部 我覺得算是功能面非常豐富到位的 NU-KUGA 讓你開起來真的是安心感 信賴度都大幅增加 好 我們今天試駕體驗 感受完了FORD NEW KUGA 中期開款 其中的1.5的Active車型 感覺到福特六真的很用心 除了沒有聊到它的整台車的用料 與歐同歸 用了很多當地的供應商料件之外 做出來整台車載送去歐洲 做撞擊的測試 證明給消費者看自家的品質 另外我們剛剛也聊到很多 他們從自家 林肯豪華品牌車系下放的智能科技 包含Pixel AI的頭燈 ADAS系統以及變速箱等等 讓NU-KUGA在智能性能的進化上 真的滿有感的 那開起來也更安全舒適一些 那最後我們提供一些 這台車新車上市的價格資訊 這建議售價部分我們片頭有講 Vignale這一次是93萬9 Active是101萬9 那目前如果你購車的話 有6萬的尊榮優惠好禮包 聽清楚囉 其中包含很多東西 第一個就是送你1萬元的購車的配件金 第二個送你2萬元限時優惠價 第三個你要選擇3萬或是低月付 輕鬆的專案就可以把NU-KUGA開回家 第四個我們有講到它的頭燈 甚至IACC要整合原廠的圖資 那必須要不定期回廠更新嘛 那原廠福特六也提供3年的免費更新 第五個你現在買車 還有一些限量的精品送給你 所以綜合以上的一些購車優惠的條件 再加上它的油感進化 我覺得這次NU-KUGA的中期開款 真的滿成功的 讓它的產品競爭力又大幅的提升了 所以年底如果你想要買台休旅車的話 建議你不要錯過NU-KUGA 趕快去看看這試試車囉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NU-KUGA的試駕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